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被称为中国大陆感言学者的 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 最近在微博上批评香港政府 推行国民教育 他说人们绝不能让政府 过多的染指教育 更不能允许政府推行所谓的国民教育 因为政府是天底下最容易腐败的东西 它没有任何资格来染指和玷污 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 他发出的肺腑之言 换来的是被校方剥夺 他对本科生的授和资格 张雪忠对校方的这种行为表示愤怒 他在微博中进行抗议 并在推特上公开宣布退党 去年5月13日 张雪忠以公开信的形式 致信中共教育部长袁贵仁 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 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 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 再看一下仍然在发酵的 令国际社会瞠目结舌的红包门事件 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印度的时候 给印度空军飞行官现金红包 印度今日邮报9号引述印度国防部消息来源报道 尽管表面上事件已经被淡化 但是印度国防部主管空军业务的司长 已经寄出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 给外交部东亚司要求向中方提出抗议 报道说印度国防部内部评估认为 梁光烈的举动不会是无知的错误 可能是情报机构航话所谓测试水域的阴谋 目的在借机评估两名飞行官员能否用钱买通 报道引述不愿具名的资深官员的话说 类似事件将增加两国之间的不信任 也必然冲击双边关系 因颁发孔子和平奖而备受海内外讥讽的中国机构 中国国际和平研究中心 今年再次主办孔子和平奖 2012年已经是第三届 9月9号 北大教授孔庆东宣布了第三届入围名单 其中包括班禅喇嘛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8人 不过BBC报道说多数丧人并不接受中共当局亲定的 十一式班禅喇嘛 2010年的首届孔子和平奖授予台湾前副总统联赞 但是联赞办公室表示不知道获奖 主办方最后邀请一位小朋友带联赞领奖 并声称联赞已经默认领奖 2011年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获得了第二届孔子和平奖 再看一下钓鱼岛最新的情况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9日与日本首相野田佳燕交谈 并在钓鱼岛立场上进行表态 不过他的表态在新华社的报道中却进行了反复 新华社稿子发出半小时后 新华社总编室13点05分通告撤销 没有解释任何原因 在撤稿的同一时间 新华社又发出另一则短稿 后一则稿报道 胡锦涛说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 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 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 以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 此稿件拿掉了前一则稿里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采取任何方式构导 希望日方不要做出错误决定等内容 但是到了晚间8点25分 新华社的新闻稿又恢复了前一则稿件的内容 好 下面请您收看时事健康